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所谓国业那就是以国家名义举办的酒宴 把国家做懂那还能不高端大气上档次吗 不说龙肝凤胆 那至少也得是满桌的山珍海味厌吃报仙吧 对了 说不定的还是传说中的满汉全席呢 可惜啊 过去新闻媒体报道国宴 除了长长的这个出席者的名单 再有他就是领导人在宴会上做了什么重要讲话 那至于这个席上吃的是啥 喝的是啥 基本上是只字不提 今天呢 咱们呢就一起去揭开笼罩在国宴之上的神秘面上 看看国家请客到底都吃些啥 喝些啥 那除了吃喝 还会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首先呢有一点呢可以肯定 国宴呢那既然代表了国家 那规格呢肯定不会低 当然这里说的高规格不一定是指花钱多 而是要能体现一个国家饮食文化的精神 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举办的第一次国业 那就体现了这一点 1949年10月1号 举世瞩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开国大典结束之后 几百名出席开国大典的中外贵宾就来到北京饭店 参加开国第一宴 为开国第一宴长啥的 哎 则是北京的几位怀养才不是 听我师父说呀 开国第一宴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 也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些高档华贵的原料 今天在一些饭店餐厅都能吃得到 那么开国第一宴都上了些什么菜呢 哎 洪雨呢 这样刚好有一份当年的菜单 咱们来看一下 除了宴会前的开胃小菜 那一共是14道菜 其中8道是冷菜 有呛黄瓜条 这个香麻热头 还有芥末鸭掌等等 那6道呢 它是热菜 分别是鲍鱼浓汁四宝 东坡芳肉 蟹粉狮子头 清炒翡翠虾仁和全家福 最后呢 还有四道主食 分别是炸年糕 黄桥哨饼 爱窝窝 淮阳汤包 怎么样 这开国第一宴上的菜 跟您想象的不一样是吧 正如前面那位说的 但除了鲍鱼 其他的那些菜 不敢说是家常小菜 顶多也只能算是大陆菜 你稍微像样点 这个饭店里面都能吃饱 不过要告诉您的是 菜同样是那道菜 但国宴毕竟是与众不同啊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菜品背后 那都深藏着功夫 国宴菜呢 其实它很多东西 大家看到觉得很平常啊 做一道菜 它后面蕴含的东西比较多 首先这原材料 这个精心挑选 做法上来讲 更多的是以种传统的功夫菜为主 您现在看到的呢 那就是开国第一宴上的热菜之一 名字叫开水白菜 菜如其名 看上去呢 真就像一颗白菜 泡在这个开水里面对吧 可实际上 没那么简单 这道菜啊 有讲究 开水白菜 你知道 什么叫开水 那个汤是关键 那不是开水 世界汤是最好的汤 把那鸡汤挠出来 它有点红 然后再把鸡汤 剁水了以后 把那汤清出来 把那杂子都清出去 进化了本清 一看和那大茶水一样 有那种色 打白菜 吃起有清淡 味又浓 知道了这开水白菜的做法 那别的菜 那就可想而知了 自打这开国第一宴之后 咱们的果眼菜 那就定了 以淮阳风味为主 因为这个淮阳菜呢 它咸甜适中 天南海北的客人 都比较容易适应 那上菜的标准呢 它当然 它不能跟这开国第一眼相比 中央当年定的这标准是 四菜一趟 外加几个开胃冷盘 这果和这点心 从49年开始啊 不管是一年一度的 国庆招待会 还是宴请来访的 外国贵宾 都是在北京饭店 照这个标准办 那直到1959年9月 人民大会堂竣工 并交付使用 国宴的举办场地呢 才从北京饭店 就搬到了人民大会堂 而人民大会堂 第一次举办国宴 那就是史无前例的大场面 1959年9月 国宴的举办地点呢 从北京饭店 它就搬到了 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 而这年的10月1号呢 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十周年大庆 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决定 要隆重的庆祝一下 于是呢 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 这第一场国宴 哎 它就成了史无前例的大场面 有多大呢 这一般来说呀 国宴的规模 它都比较大 比如说 某个国家的元首 他来中国访问 办个几十桌 那是长事 过去呢 宴会规模比较大 50桌 中夯的参加人呢 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了 这个有官部的这个部长 外国客人呢 当然是来访国家的这个代表 从总统 总理 他的随形 主要随形人员 各国世界都要参加 虽然跟咱们解决的不多 几十个国家 没回家 就死无败人 最少死无败人 而这次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国宴 规模呢 它比平常 那可不是大了一倍两倍 而是大了整整 十倍 参加者的 它整整有五千人 五千人这个数 你乍一听啊 它似乎不算多 哎 要说这五千人在一起开个会 看个比赛 那确实是不算多 可要在一起吃顿饭 那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想想啊 咱们平时参加的婚宴 有个五六十桌 来个五六百人 那场面已经够大了 五千人一起吃 还得保证大家吃好 那个难度那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呢 为了办好这个天下第一夜 那么国家 那个是花了大力气 光是订菜单 京城里的十几位名厨 他就讨论了十多次 我烧骨头的东西 不能在一边吃一边吐骨头 不文明 再来说有时候也不难去 就是刮套包子 先喝套包子 吃包子 那个不行 为什么呢 他有点买病了 就不知道 跟你一腰腰的 剪的倒数这套子 躺了也不行 把衣服弄账也不行 虽然是中山权 他就剩下外国人吃的东西 你作业会四种典型 你比如说 砸的春卷 那春卷 他用这个春卷皮包吧 你还得炒真正下 春卷皮就要打五千张 等到周恩来总理 亲自审定批准了彩单之后 有关部门 他就从这京城饮食界 就抽掉了上百位精兵强将 就组成了国宴筹备组 想办出最好的宴席 那除了要有这好厨师 那还得用好材料 当然材料不是问题 有34号供应部呢 34号供应部 这个什么单位啊 大家知道 很多保密单位啊 对外那都是用这代号来命名的 而这34号供应部 他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啊 这是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初 他就已经成立的食品 特需供应机构 他最主要的任务呢 那就是负责为国宴之类的 重大活动提供最好 最安全的食品和原材料 这个部门的同志 知道哪里能够买到最好的酒水 蔬菜 肉 海鲜 而且还能够保证这些东西 他绝对安全 在这个口号的来源 新鲜保质保粮的保安全的这个情况下 我们呢 追门 又统治 金属品 改观检查 完了以后 这取样 取样呢 我们取名了 细菌毒化炎或细菌化炎 十年大庆国宴 哎 就在这样严密的组织下就办起来了 而参加国宴的客人 也陆续就收到了宴会的请帖 您现在看到的 就是以毛泽东 刘少奇 宋庆林 董地武 朱德 周恩来等六位国家领导人的名义 派发的请帖 而收到这份请帖呢 除了有来自八十多个国家的使节 国内的各级领导人 更有众多的普通劳动者 原海军航空兵干部刘世雄 他就是其中一位 出到军阉 刹开以后 开了非常激动 从来没有查查过国宴 第一次参加很激动 当然就是 整装嘛 海军的回衣服 兵长冒回 刮刮连 整理一下衣服装 1959年9月30号晚上7点整 5000多位中外兵客就走进了 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三世日晚 我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 举行5000多人的盛大宴会 招待各国贵宾和各界人士 那么这天参加国宴的客人们都吃了些什么菜呢 很可惜啊 当年的菜单啊 现在呢已经找不到了 不过呢 这种宴会呢 吃什么 那都是次要 重要的是气氛 特别是对那些第一次参加国宴的工农兵代表来说 这注意力啊 根本就没放在吃上 最重要的是这个举杯庆祝的那一些 那就是抢镜头要抢的特别那个 要抢的特别快 有的时候吃上两口 一看下边又有活动了 就赶紧的又跑上 像这种大规模的这国宴 那主要是礼节性和仪式性 不论是主人还是客人 他都是重礼不重吃 国家领导人 那真正想要请客人品尝中国美食 一般不会在人民大会堂 而是呢 会在中南海里头 另外再办一个小型的国宴 在东靠紫禁城 西邻中南海的南长街上 有一处幽静的小院 这小院啊 过去的主人呢 他名叫程汝明 一般人呢 那估计都没怎么听过这个名字 但在餐饮界 程汝明和他的程府宴 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幸 为什么呢 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中南海里 但凡去办小型国宴 尤其是毛泽东主席 他招待私交比较好的贵宾 主厨 那都是程汝明 你说经常那么多名厨 他为什么偏偏选他呢 哎 就因为啊 他不光有一手好厨艺 而且呢 还心思细 脑子灵 敢创新 他把中餐技法与西餐技法 巧妙结合在一起 做出很多中西合璧的菜肴 既对外宾的口味 又能兼顾中方领导人的喜好 众所周知 毛主席啊 他爱吃红烧肉 但很少有人知道 毛主席他有不吃酱油的习惯 那不用酱油 他怎么做红烧肉呢 哎 程汝明他有办法 他把红糖放在油里炒 用它来代替酱油的这个色相 那这样一来呢 主席啊 他就可以吃到 既没有酱油 但又肥而不腻 满口生香的红烧肉 他就会考虑到 每个手上都会喜欢吃什么 像刘少奇同志 实际上他很喜欢吃灌温的东西 这个外面很多人有知道 但是不理解 为什么会喜欢吃 是因为刘少奇 他的肠胃不好 那么主要灌温的东西 比较保温 而且呢 这个灌的东西呢 就是回味比较好 所以呢 经常刘少奇 在给他做饭的时候 要上一些像灌温牛肉啊 灌温鸭子啊 这种东西 中文来总理喜欢吃狮子头 包括朱德 喜欢吃一些什么菜 往往这种年贵上 要考虑到每一个手上 喜欢的东西 那么作为一个厨师 要做到尽善尽美 说了这么多 咱们可以总结一些 国宴的特点了 第一个呢 是规格高 第二个呢 是在北京办 不过呢 凡事啊 他必有例外 1965年 咱们的国宴 竟然办到了 山西的一个小山村里 说到山西省西洋县的大寨村呢 那估计是个中国人 他都不会陌生 当年呢 这里的农民 因为跟这穷山恶水 做斗争 而闻名全国 1965年4月的一天 有几架直升飞机 突然就飞过大寨上空 还在西洋县里呢 降落 那时候来大寨参观的人不少 不过呢 像总理这么大的领导 那还是头一回 大家都很激动 后来呢 人们才知道 跟周恩来总理 一块来的 还有一位总理 当然了 这另一位总理 那不是咱中国的 而是阿尔巴尼亚 打前站的工作人员 告诉大寨村的干部 怕出了参观 周总理呢 还要在村里啊 亲自设宴 招待阿尔巴尼亚的客人 但按说呢 中国总理宴请 另一个国家的总理 那肯定得照这 国宴的标准安排饭菜呀 可当时村里面 向上请示的这时候啊 这周总理呢 竟然提了一个 谁也想不到的要求 总理说是 我要他倒在饭 要他倒在的照常饭 你倒在这个安排 这个时候就随不着酒了 总理发了话呢 村大母们 虽然心里面直犯嘀咕 但也只能按要求去做呀 很快 周总理呢 就陪着阿尔巴尼亚的客人 就来到了大寨 一行人呢 还爬了十几里 坑洼不平的山路 就来到了村子的最高处 先到山顶上 看看这庄稼 总理就是千里万代 一亩田 青石板上创高产 就是走一千里 挑一万代土 堆积成 一亩的 这个 耕地 在这个耕地上呢 种的庄稼 很不容易 等一行人下山 回到村里 那已经到了 吃午饭的时间 那 两位总理吃的 那都是啥呢 当时外面是 四切一条 两肉 两酥 把都是 叫这个过油肉啊 那还是村干部 后来偷偷加上去的 按周董理最出定的标准 饭桌上只能是 一荤三醋 就讲说今天招待你们都是 农家菜 因为你们 你们是高贵的客人 他听到你们来了以后呢 还准备了一两个荤菜 平常我们的农民呢 这种荤菜 几乎都很难吃啊 我们也很困难 听到这呢 您可能会说了 说这可是有点 这个吃一苦饭的意思 当时咱们中国 虽然不富裕 可也不至于 几个好点的菜 它都端不出来吧 难道说周董理是看这 阿尔巴尼亚国家小 好打发 当然不是 再小的国家 咱们都是一视同仁 更何况阿尔巴尼亚 那是欧洲 跟咱们关系最好的国家 那总理唱的 这是哪一出呢 他其实啊 是这么回事 阿尔巴尼亚的 有位副总理 叫柯列嘉 来国防华 他照着来呢 给我们提出了一个 比较很大的一个援助的 这个单子 一个项目单子 了解历史的观众呢 可能知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啊 为了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呢 咱们国家呢 为亚非拉 不少国家呢 就提供了大量的 无偿援助 而有些国家呢 对这白给的晚餐呢 还就吃习惯了 时间一长呢 咱们也有点吃不消 周董理说 我们也很困难 我们不能完全满足你 那二八年这个朋友呢 也不大高兴 说是完全你们可以支援我呢 所以谈判就谈不下去了 那周董理呢 就说 这儿好了 明天我们 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换个环境 这个这个这个 等到后天 我们再继续谈 周董理就提议说 第二天 就陪他去山西大战 大战当时是 一面红旗了 就是艰苦奋斗的 一面红旗 当时他就指示 说 下午 你们就赶快做直升飞机 飞斗大战 然后 参观的整个的这个 这个安排呢 他谈得特别细 哎 这下呢 您该明白 周董理请这 阿尔巴尼亚客人 吃的那顿饭 是什么意思了吧 就是 在大概整个一天的过程中啊 一字关于谈判的事情 没有提 一字没有提 好 这就下午就回去了以后 第二天又 又回到谈判桌上 周董理就说 我昨天为什么陪你去看 就让你看看 我们的农民的生活情况 我们也很困难 我们种的庄家是 也是艰苦奋斗 来换来的 这得需要 艰苦努力 才能换来 后来 阿尔巴尼亚的朋友呢 也理解了 这样的意思 后来就 捡了不少 这个项目 像这样的农家饭国宴 周董理在大寨村 一共办过三次 招待的呢 全都是来华 要求援助的 第三世界国家首脑 所以说呀 国宴呢 他不光是一桌就席 而且呢 还是一种外交策略 吃什么 喝什么 体现的 那都是一种态度 一种暗示 比如 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话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第一位来访的美国总统 他政治意义重大 尼克松和美国代表团的 这个吃穿住行 每一个细节呢 都不能含糊 吃的问题呢 也不例外 当时最大政治 说尼克松要访话 说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要做好 不能出任何问题 一定要保证安全 保证质量 保证数量供应 要什么给什么 没有的 到外来去找 那菜单子业就 业就一个多月 两个月 把菜单子业就好了 结果我们剧长 剧长业以后 中央办公厅 主任是旺东兴 旺东兴看完了 接个重礼 然后再串着他美国去 把这单子还串着美国去 看看适应不适应 尼克松吃 我们组织一个采购小组 我们去到杭州 永州到上海 到上海 就是把我们说需要东西 要落实下来 总之啊 为了能让尼克松 和美国代表团吃好 接待小组的这工作人员呢 几乎跑了大半个中国 已经没有奶酪 中国没的 他们这不用奶酪吗 他们能做这个东西 做完以后来 来供应来供应我们 红的大大圆球 现在没这东西 现在有这种小盒 当初来讲 我们也不进口 那个小盒奶酪 就是那个大圆球 跟大萝卜一样 还有些什么 鱼籽 红鱼籽 黑鱼籽 这些东西都是 外国人呢 他他不可缺少的 他每一顿发豆 也摄着 菜位好了 那美国方面 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这尼克松夫人 饭前呢 他喜欢喝果汁 而且呢 要喝这个 最新鲜的这果汁 这个要求 你要今天听起来啊 那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可在1972年 却让咱中方人员呢 犯了仇 当时来讲 美国的概念是吧 反正就有 知道有汽水 知道有那个 干是汽水上海的那个 对着水喝 所以直接饮用 我们也没 也没见过 所以人家提出来 这东东 这东东东西 我们感觉没有 所以这样 那必须找 那个北京食品厂啊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 北京食品总厂 最终呢 用土办法 加工出了尼克松夫人 要的那种 洋果汁 就是包了汁以后 用那个手工压 压它以后 装在那盒里 再放上盒 就这样做 做完了以后 也就小量的吧 就是这些国民太美 1972年2月21号晚上 欢迎尼克松 疫情的盛大国宴 在人民大会堂宴会 听举行 美国方面呢 还对这次宴会呢 进行了现场直播 首先 我高兴地代表 毛泽主席 和中国政府 向尼克松总 和夫人 以及其他 与美国客人们 表示欢迎 我们希望 通过双方 坦素的交换意见 弄清楚 彼此之间分歧 努力 寻找共同点 使我们两国的关系 能够有一个新的 在友好热烈的气氛当中呢 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二十年 滴酒不沾的 周恩来农礼 这次呢 不但破了力 而且 他还拿出自己 珍藏了三十多年的 茅台酒 来招待尼克松 中国国酒的 醇香浓郁 一下就给尼克松 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至 他后来在写 回忆录的时候 都念念不忘这件事 在国宴上 周恩来和我 彼此都用茅台敬酒 而不用这种场合中 常用的传统饮料 香槟酒 茅台是一种烈性酒 用粮食酿成 含酒精高达五十度以上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 有一个人 由于茅台酒喝多了 饭后点香烟时 他爆炸 在一次宴会上 周恩来点燃了一根火柴 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 来证明它的可燃性 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 为了打破中美关系的尖兵 周总理在这次宴会上 那可谓是煞费苦心 除了茅台 他还给美国客人 送上了一份大礼 周总理拿到宴会上 这个凶猫牌香烟 就问尼克松夫人 尼克松夫人 说你喜欢这个吗 当然喜欢这是凶猫 中国的唯一中国才有的 这样一个珍贵动物盘子 这个周总理说 那我送你 那以为 尼克松夫人以为 就送他那个香烟的 后来周总理说 我不是送你香烟 我是送你这一种包 尼克松夫人还以为 是不是翻译翻错了 还是得完 周总理说 这当然是真的了 尼克松夫人就特别高 他占起了鼓掌 这么大一个重大 这次国宴呢 也达到了几十年来 国宴的最高标准 光菜品 那就有几十道 而美国方面呢 为这次宴会 他也费了不少鞋子 看见没有 吃饭的时候 尼克松总统使得 那可不是倒叉 而是咱们的筷子 据说呀 出访之前呢 总统一家在家里面 那是苦练了好几个月呀 才学会娴熟的使用筷子吃饭 应该说呀 双方的苦心呢 那都是没有白费 就在这次宴会举行七天之后 两国就在上海签署了 举世瞩目的中美联合农报 伴随着筑酒碰杯声 中美两国的关系就开启了新纪约 对 说到这规格最高的中国国宴呢 那还得数2008年的奥运国宴 2008年8月8号中午 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 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前来出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 100多位各国元首与贵宾 出人意料的是啊 盛况空前的中国第一夜上 咱们为各位贵宾准备的菜品 仅仅只有简单的三菜汤 很快呢 这件事就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版面 成为全世界津津乐道的欢迎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最后呢 红宇呢 要祝大家过年呢 吃的好玩的开心 明年的正月十二 咱们不见不散